在他去世三百多万年后,一个蹒跚学部的小女孩化时,为我们早期人类祖先的后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。 他的秘称是Stellum在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语中,意思是和平。 Stellum是一种原始人,一种早期的人类祖先,被称为男元,他死的时候已经快三岁了。 2002年,他几乎完整的骨骼,在埃塞俄比亚被研究人员发现,但是从地下解放森林花了数年的时间,他被数百万年前的成绩物包裹着,研究人员必须非常小心。 周三发表在《科学进展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将细节上了他的脚,这是有史以来发现的一个古老少年中最完整的一脚。 很难找到人类人类祖先的少年骨骼,特别是那些保存完好的人类骨骼,来自南方故园幼儿的332万年脚,以不同的角度展示。 脚、膝盖和臀部与我们的相似,如果你看到他从远处走路,你会认为路西是他的人影,但近距离接触时, 他的脑袋很小,大脑的大小与黑猩猩相当,长的手臂和头发覆盖着他的身体,手指和脚趾略微弯曲,移动了脚踝和肩膀,提供了更多的头顶活动范围,即使有这些能力,他在走路时也会比探牌更好。 住在树上,三恩足部的解脱结构保存得非常完好,研究人员可以研究一个小孩的人类将如何走路。 但是当研究人员分析三恩脚的骨骼结构时,他们注意到大脚趾的底部昏绕地成为一名伟大的攀岩者,因此,虽然然而是就可以走路,但与成员不同,他们可能在树上花费的时间多于步行时间。 研究人员说,这是一种类似圆的模式,现代化石发现重写了人类历史,一个2012研究CM的完整的肩胛骨也显示它们是类似人猴,因为它们是因爬树,肩胛骨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发现,因为它们很细密,几乎是保质,通常不会化石。 发现了最古老的智人化石,对它近乎完整的脊柱。 追骨、颈部和肋骨的2017年研究也显示,人类骨骼结构的一部分是在数百年前预期建立的。 像现代人一样,CM有12个胸椎和12对肋骨,比大多数人少。 所有这些证据结合在一起,表明了对人类进化的影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